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奇百歲, 特攻隊… 東張西望, 拉大隊 你站住再說吧 好, 我看到這麼多同伴過來 我已經很緊張了 你看, 東張西望 其他同伴都在升級做特務 你還是二打六 如果我不在, 沒有人被你罵 那倒是, 盈盈 還有呢, 盈盈 你也很重要, 是 還有我呢? 你真沒用 我搞錯了, 最重要 好, 最重要是我們這些特務 加班, 請他出來 好 東張西望最強勁 漂亮的美女 分別有Pantricer 吳恆美 歐蕊拳 陳胚姨 太好了 不過我的嘉賓很厲害 我右手選擇 東張西望主持 他們真的有什麼未見過 我覺得沒什麼難過他們 你那邊什麼都試過 太事專業了 看什麼都試過 是嗎? 沒見過那些粒絲襪 粒絲襪這些東西 設定了 你穿過去, 我一定會粒的 不是, 你粒的時候 不要哭 其實做一場遊戲也不用玩 我是粒的 循例也要玩一下 好, 我們循例先玩 好, 快玩吧 金剛腿, 開始 千奇百歲金剛腿 首先, 要先的就是… 阿詠勳, 加油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腳趾 我的天 你先看到你的腳趾想怎樣 不是, 你腳板面有毛 你的腳趾 男人毛髮龍脈 有一件很特別的 是嗎? 對女性很溫柔 好… 好, 走完後, 你知道身體好嗎 好, 加油 1、2、3, 開始 加油 加油 很痛 加油 不要… 你看她的手… 你看她的手… 我怕她的手 我怕她的手 很緊張 本來她很有型 我發覺… 我腳掌在中間的位置, 虛虛的 旁邊也很堅硬 她的腦袋很軟 我是腎的腦袋 腎的腦袋 你以為知道嗎? 她跳舞… 這隻手… 很棒, 她跳舞 你試過嗎? 當然試過了 我們身體健康, 腎虛才有事 好, 現在是Rai 20秒94 看看Patrick說 聽說你有做按摩 是, 叫女朋友按摩 你不知道 如果把東西爆出來 就看看女朋友的功夫好嗎 來吧, 準備 1、2、3 但剛才看到她… 是同一組的 加油 她的腦袋 有型… 有型 有型 她不是… 很尖 很痛 表面上說有型 其實她掩著… 掩著心 我先告訴你 她的腎在後面 但她在這裡掩著手 反射區… 事件方面如何 但我應該比Almet更快 沒錯, 15秒 好… Patrick老師, 你們可以選擇 入哪組 好 兄弟跟師兄 我師弟 你會發現筋床 你是不是經常輸 是 那就對了, 因為我想看她 好… 挺好… 我跟她的腦袋 你這麼絕, 多壞 謝謝 Mess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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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和大家去到日本的神內村縣 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小舍區裡頭 往往就是奇人遇事聚集的地方 好… 你以為是阿淑造型型嗎 我個人之處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我很長的, 可能是全日本最長 那就真的看過了 好, 放下一點看看 放下一點 放下一點 再放下一點, 到尾 對了… 對了, 這裡就是用膠紙貼著 那裡, 叔叔說她那條 眉毛長得落嘴 可以跟胡蘇芝麻在一起 量一量它 總共有7.5厘米的長 班戶又長又長 給你了 老婆, 我成功了 預訂桌, 一起慶祝一下 這麼快預訂桌 看怕都可以禁止它 因為在東京有個阿伯布鳥 如果說她才是長宗之長 正所謂長宗自有長宗手 你看她多有自信 實質又有多長 真是扔到下跑 你贏啊, 小心扯斷她 我們又找讀書專員幫她讀一下 不得了, 總共15厘米 新紀錄誕生, 恭喜 我老公是全日本最長的 全日本最長的 很幸福 不是你猜 還沒完, 因為又有人報料 長沒用的 這麼幼 我阿伯就又長又粗 很好玩的 究竟有多厲害呢 阿伯長又長 這位阿伯的眉毛又長又濃 好像達了兩條毛毛 從不上去 雖然只有7厘米 不及之前兩個那麼長 但勝在有氣勢, 對吧? 而且她的粗味 可以進行一項絕技 大家猜猜是什麼 Mission, 包吹 很粗, 很長 真是金敗下風 但這種, 如果在臉上來說 怕老婆嗎? 還有色情嗎? 不是… 不是色情的 我馬上看著, 為什麼 為什麼? 眉粗壓木, 神無當 什麼貴妻房 還要武神的眼睛, 對吧? 她真的怕老婆 對, 很厲害 但有什麼絕技呢?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絕技 先問一問你 如果她的眉毛這麼濃密 就像畫筆一樣 其實她是可以用來畫畫的 我也是這樣想, 像畫筆 好, 瑩瑩 我反而覺得她的眉毛這麼濃密 又看到她的片頭這麼喜歡圓藝 可以拿她的眉毛來插花 插花? 什麼? 什麼? 眉毛怎麼插花? 就是插花在上面 很濃密, 可以在上面 放著花, 讓她擺設 是這個答案, 我跟你 開始 究竟這個龍眉阿伯 她的眉毛可以做什麼絕技呢? 糟糕… 弄濕眉毛, 然後放出來撥水髮 是吧?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是, 可以的 完成 答案有了 快點… 我先給你解答 好 其實我們看少林武功 有一個叫鐵蕩功 這是用身體某個部分 拿起重物, 然後搖來搖去 懂事 有電作 我相信瑩瑩 她說眉毛跟懸藝有關 因為她蹲在花蟲上 就吊起那些花蟹在淋花 就像那些碧水髮 太好了 跟鐵蕩功有什麼關係 對… 都是吊起東西, 拚著拚著 拚著拚著 我找謝東文報仇 Joyson 好 謝謝你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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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出來, 你說 很多人可以動她眉毛 跳眉毛舞 對, 來吧 1 2 3 4 好 好 很累嗎?失眉 可以了 對… 你懂得跳舞是好 跳舞 淋花不知所 我覺得跳舞 不要看 他們兩個跳到脫星來 對 對, 把眉毛都脫掉了 對, 眉毛 男生看看答案 好 看東西了 龍味阿伯 擺完又搓又型的姿勢 之後可以表演絕技 對, 就是一次過放十對木筷子 在眉毛上真是慎乎其妓 那些侄女都不知多開心 經常找她的眉毛來玩 還說好玩過手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長 小時候也不是這樣 年紀越大, 發線越來越後移 但如果頭髮像眉毛一樣 就完美了 千奇百歲, 大阪的阿伯長又長 你試試看吧? 我沒見過那條命 我沒見過那條命 你挺粗口 好, 大家都錯了 問問我們兩個特務 他們覺得哪組贏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 珠珠, 我叫我老婆溫正 牌也交給你 好, 就是小魚組贏了 為什麼? 有錯了 我覺得起碼貝兒那組 都說到是用眉毛去拿一些東西 對 那你回覆吧? 是 她吧, 她說回覆 是不是又很懲罰, 很害怕 對, 懲罰 為什麼不回覆 接受我們的質疑慮 不用怕, 先來擺出有型的姿勢 對, 我現在擺不出有型的姿勢 很害怕 但Patcheser 為什麼她躲在後面? 對 她叫我們提示 救命 來吧,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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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提示 阿美, 你現在親身示範了, 感覺如何 真的嗎? 你們兩個, 男人來嗎? 真的嗎? 不是, 試我們兩個是不是男人 試一個疾穴裡, 厲害的都試錯了 總之比你們兩個, 厲害 好… 你去到下一個任務吧 任務二 成功 來到日本的德島縣 沒有聽歌吧 不要緊, 鄉下地方一哥 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但最近有千聞報料 有一塊同樣沒什麼特別的路牌 竟然發生千奇百趣的事 很重要 出水路牌? 還要不只出水那麼簡單 是一整條的水柱 起勢地噴 近一點看 原來有一條水管 躲在三角之下 不是 是三角路牌後面 奇一奇在 水是哪裡出來的呢? 正正經經做路牌 不可以嗎?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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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經經做路牌 不可以嗎? 什麼事? 什麼事? Missar, 包吹 這個想不到 剛才我看見臨內還要坑渠 坑渠, 對 我初來以為是耕田 但下面是坑渠, 沒理由耕田 也寬的 對 要問他們先拿點提示 好, 有水很明顯是用洗手 為什麼呢? 你知道司機試駕長途車 如果有三角, 可能方便圓 就可以洗一洗 在路邊方便圓 很奇怪嗎? 你急的時候 你寧願拉在車上還是下車去? 跟拉在車上是習慣嗎? 我拉完可以, 手沒有髒 你下車後可以洗手 我就是拉在車上 手會乾淨 對, 沒錯 對 對 我覺得我覺得要邏輯一點 好 牌子叫別人不要過去 後面再加了一條水柱 如果真的這麼好, 亂用辦法 就淋濕你 淋濕你 淋濕你 即是水泡 那是否呢? 先想想 好, 開始 為什麼路牌旁邊有水泡 可以, 但為什麼要淋濕? 我覺得他忘記關掉的蓋子 沒有 淋濕它 停浪子浪去吃水 有答案 你們先 這是祈福水 那個範圍有很好的水源 沒錯 喝完很健康, 所以是祈福的作用 日本經常都有 日本有清水紙 都有幾條出來 一條是長命 一個是健康, 一個是財富 這就是祈福水 對 喝過嗎? 喝過, 喝過 那個停止牌座, 你叫停單 有什麼喝嗎? 停止牌座, 有什麼喝嗎? 對 真是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有沒有供上去? 有, 我們有原因 聽你們說 好, 保持渠濕潤 這個… 你現在很乾淨嗎? 我們渠很少乾淨 很少濕 忠儀覺得有一點水… 我也不知道 怎樣流出來 我想說是冰山流下來的 會不會呢? 整張冰山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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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出來的? 他… 他… 許志安說的 我不是說的 破壞冰山嗎? 破壞冰山嗎? 我不是說的 對不起… 我不是說的 破壞冰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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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們解釋一下 我也想知道你們說什麼 水裡面有一個… 好像渠,大坑渠一樣 對 如果比較偏乾 又自動放些水 希望那個坑渠 多一點水 不要太臭 你都四處住 乾的渠會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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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水不臭嗎? 沒有關係 沒有… 他們倆做什麼? 他們的年紀更小 沒有處理家居渠的渠墓問題 好 你倆的渠墓問題很嚴重 大家走出來 究竟哪個坑有問題 我們一起看答案 為何路牌要通過水管 村長懶得爭著解釋 路牌這棵東西 其實是連著地底棵東西的 真的排紅 他說棵東西的意思是 其實馬路底裡 這裡有一輛農業用的地下水管 當水滿都寫了 就會排出旁邊的河 零零碎碎碎的水管 凸出來就很可惡 剛好進入路牌 就打算撤合他們 黏在一起 幸好附近沒有什麼車 否則駕駛車 突然間路牌飆了水 真的出事 對不對? 阿嬸見慣見熟 都嚇到心離一離 真是人憎車厭 村長你還死了 這個出水路牌 雖然經常吹出界 讓我對稱出水位 如果當作花灑用 觀感就會合適 我經常在洗澡, 爽了嗎? 本來我們也想過排紅 對, 我害了你們 對也錯, 誰贏呢? 我們一致決定是森美那組贏 對 這麼毒 好, 既然是這樣 就交給你們 要硬吃我們的疾魚類 好, 他們要受疾魚類的懲罰 有什麼話要跟他們說呢? 就是… 看著我 好, 放好抱歉, 來吧 疾魚類, Go 好… 怎麼? 我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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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事了嗎? Vision Free, 行動 東京最近發生了一件怪事 這裡住了一個很神秘的阿婆 很喜歡借東西給別人的, 你知道嗎? 借柴米油鹽我可以 但借這東西, 太奇怪了 到底是ABC口中的阿婆 借什麼東西那麼奇怪呢? 這件外套借出… 婆婆油一套? 好借不借, 竟然借西裝外套? 還怕死, 沒人知道 這麼大大張ABC口中的貼在這裡 說費用全面, 也不借不外套 我們和這套衣服對峙了整個下午 先不說有沒有人留意到這件衣服 幾乎就沒有人經過 到底吉川婆婆那套衣服 是想借給誰呢? 而她這樣做, 背後又有什麼 鮮為人知的目的呢? 是否想挖人刺穿她的衣服呢? 大家一起猜猜吧 Mission包製 為何阿婆會借外套衣服呢? 明星賣二手衣服一樣, 更慈善 好, 先拿貼士 我覺得你看到片頭有些學衣妹 他們穿著冬季下服, 穿冬套衣 應該跟天氣有關, 怕人冷吧 怕人冷? 明顯不是, 我覺得不是借給別人穿 你有沒有看到衣服是紅色的? 是有意思的 是什麼意思? 魚蘭節 魚蘭節 魚蘭節? 等一下, 我想問 農曆新年穿紅我聽過 聖誕節穿紅我聽過 魚蘭節真的沒人聽過 對, 你有沒有記得 女鬼穿穿紅衣服 借給鬼穿的? 對 是嗎?你想想想 好, 開始 好, 兩場 老兄, 為何這個婆婆 會免費借這件衣服給別人穿 我覺得… 我馬上扮了那件衣服 我馬上扮了那件衣服 對, 要扮短命的人去借 好, 行了 好, 完成 好 這個婆婆很長壽, 很有福氣 她掛衣服想做福人群 被短命的人借回家就長壽一點 是否自己的福氣 這個很有人自認是短命 小小子短命… 這件衣服沒有什麼長壽 你問我, 如果真的有長壽衣 穿完會長壽的 趕快穿兩件吧 我也是這樣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妻美的愛情 對… 因為這個婆婆曾經差點凍死 有人借件衣服給她 她就想還給她的恩 她受過人恩惠 就知道這件衣服的好 要報復還價 本來我也覺得是這樣 但不知道由你口說錯了 不是 馬上不是, 覺得我們的答案正常 就看看是否短命的衣服 對… 看看誰的命比較長 好… 好… 看答案 不是吧, 穿外婆舊衣服 錯了, 貪慶香嗎 原來吊詭行為的背後 穩藏似吉村婆婆的溫暖愛心 你這群年輕人穿得薄漬漬地出街 太陽下山凍幾度 借一套衣服出來 你見冷的就穿著回規 對 很正常 吉村婆婆的無私奉獻 真是令人很滾動 趁著下班、下課時 人流多點 我們嘗試跟街坊做街訪 誰知道每個人都聽到吉村那套 已經嚇到酒隔不休 可能覺得不夠衛生 雖然放了整個冬天都沒有人敲 不過吉村婆婆依然堅持要有一套 夏天都沒有人敲, 怎麼辦 不要緊, 到時候就轉櫃 轉櫃?還有什麼好夾? 婆婆底衣服 整身汗都可以換嘛 不要焗傷 千奇百歲, 東京的婆婆有一套 很厲害 當你以為是絕對不可能的答案是對 就是對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辦法了 我們的特工拔一套就要套他們那邊 冷靜… Patricksir沒有錯的 什麼? 只套你而已 畢竟大家都有個美字 你叫森美有幾個美 給你一點薄面 大家都有個美字, 我支持你 而且我相信全港網民都想看你 我們不套那麼多 行美… 特工拔一套, 開始 特工拔一套 特工拔一套 很厲害… 很厲害… 他什麼都試過 他才能阻止你 還好, 記住, 沒事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特工拔一套, 特工拔一套 特工拔一套 請在很多司法中保持一套 加油… 別這麼難 加油, 是嗎?我幫你… 我幫你… 我幫你發射 我幫你發射 很可憐 很可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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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型… 有型… 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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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做得到 做得到 漂亮… 漂亮… 漂亮 你當初用測試完, 測試完之後怎樣 我覺得絲襪的透氣度很高 可以令我的樣子更漂亮 對… 精緻, 好嗎? 我心想剛才你有沒有特意誇張? 沒有, 我沒有誇張 我沒想到… 是真心的測試 對, 真心 好, 記住, 阿姨, 你們別試了 玩完, 包你剪片了 所以在家裡記住, 沒事 沒事 沒錯, 給身體試, 好嗎? 下次刀杯而試 好, 加油 好, 下次玩, 再見 再見